因為剛好現在沒有太陽 可以帶你這樣走 現在沒有下雨了 有看到嗎 有看到笑一個 笑一下 笑一下 會不會熱 會熱我給你熱 17年到19年 精神上面有點不好 就是有點類似憂鬱症 然後後來 我就是 變成說我工作上面 我就經常回來陪他 因為我那時候工作 主要是在上海 陪他講講話 陪他一起睡覺 吃飯 然後他就好很多 誰知造話弄人 病魔的爪子 在疫情爆發前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事 神了進來 到19年的時候 後來我就一樣回去 他可能思念 還有他原本就有高血壓 所以後來就變成這樣子 也剛好遇到了整個疫情 疫情年整個結束 所以我曾經有一度 就是在醫院 有超過半年以上 都沒有出過醫院 他現在59 逐歲 那我現在34 好 想喝奶喔 喝牛奶 你會看鏡頭嗎 笑一下 鏡頭笑一下 笑一下 讓我笑我看 嘴巴閉起來 來 邊聊 手上餵食媽媽的動作 沒停 近四年下來 早已自然 純熟 最早認識的時候 我們應該都是 跑各家醫院 遊走各醫院 我那時候去很多醫院 然後印象最深 應該是那個 豐榮醫院 被豐怨了 談笑間的回憶 身旁的貴人 陪伴度過豐怨的日子 然後那個時候 阿姨就幫我宅配一箱 物資 真的是 差很多 那個很厲害耶 差很多 那時候我這樣一個月 以上都還不錯 這麼多次 這次是笑得最自然的 好不好 真的嗎 再笑一次 唉唷 尖針灸 他精神就蠻好 人這樣子覺得 會讓我配給他 那很多年輕人覺得 就是我要工作 那我賺到錢再回來 但是很多 時空上的教訓 你都做不到 就是我現在接的案子 就是一些文化的案子 辭去全職工作 全心全意的賬戶 無緣由 一個月大概就三四萬吧 這樣子 因為還要扣掉房租 然後有的沒的這樣子 我覺得一切都是好姻緣 對啊 我媽比較習慣你在這邊 真的嗎 對 因為她眼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造福員 居服員都很辛苦 護理師 努力做到無微不至 一路來最常聽到的 就是被稱為孝子 他卻有自己的解讀 孝子我覺得蠻多人講的 他好像就是一個名字而已 有時候午夜夢回還是你自己做啊 也是只能面對處理這樣子 我好想你自己做啦 我好想說 我好想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